如果陳時中當選,你的心情會怎樣? 不會啊,我不會讓它發聲啊 發下豪雨,因為光是大巨蛋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對陳時中很有意見 公布檔案,我們全部都公布啊 他還想去挖出什麼檔案沒有公布 要屁話啊,屁話連天啊 你同不同意藍白就是民調低的去支持民調高的 是可以阻擋陳時中當選? 不要老是用,想要氣保,不長進啊 不努力都要靠這種意識形態,不太高明啊 柯文哲直指陳時中不適合當市長 藍營基層卻很焦慮 他指定黃珊珊投入選戰 分散國民黨蔣萬安票源 會讓綠營漁翁得利 而且黃珊珊至今沒獲得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公開力挺 連柯文哲也被賞閉門羹 你有為了黃珊珊預約宋楚瑜見面 然後被婉拒,有這個事嗎? 有,兩三個月前吧 兩年多前的心結到現在還沒解開 過去種下的因,柯文哲現在腸道苦果 因為陳時中早在八月十二號 就跟宋楚瑜在自己的競選辦公室會面 那你會再約他嗎? 會 會不會被打槍? 有可能 他用五檔級 那你還要請宋楚瑜來幫你站台 這不是吃人家豆腐嗎? 同不同意? 同意 宋楚瑜心裡的疙瘩難切除 柯文哲先為升溫的疫情打預防針 從現在開始要嚴禁敬酒 那種唱歌的場合要戴口罩 之前抓得不緊,現在要開始嚴格 市政選舉千頭萬緒 也難怪治理北十八年 柯文哲的驕傲是 我竟然還活著 TVBS新聞話少平立憑 SN小組開表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